江丸姜汤哪个比较好 江丸方面很多没有时间熬煮姜汤的人 很多义工患者问江丸可否代替熬煮的姜汤 江丸是为了某些患者或小孩怕辣不能喝姜汤而研发 姜丸其实它有它的方便性 因为姜汤都需要熬煮过比较耗时 但是两者在实际上应用还是有差别的 比如姜丸它携带方便 然后加上它也不用像姜汤蛮辣的 它有时候就可以直接吞食 这是它的方便处 但是在患者如果像一些患者 如果有痰多水肿尿多的时候 这时候喝太多的姜汤造成它的负担 这时候就可以改用姜丸 那还有在中医他们也有说 丸跟汤的一些分别方法 他们说丸者还也就是缓和的还 那汤者荡也 汤比较快速的激荡 简单讲姜汤是比较容易吸收的 所以从重病患者来讲 它要吸收快一点 是可以考虑以姜汤 那一般人也没有说一定要赶快吸收 就是他平常就可以当保养吃姜丸 那如果要快速一点 姜汤的吸收力比较快 那这两者就看你外出的时候 还有个人的体质哪一种比较方便 那我觉得这两者不是谁来取代谁 而是看你怎么应用 那两者都是有效的 那譬如说小孩子怕浪 那当然他不想喝姜汤 那就改用姜丸 那这个也是一个方便啦 好 我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